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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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面 夺冠大热门 年仅19岁的希望之星相鹏 遭遇了队友与紫阳同样的命运 被另一位队友薛飞3比1淘汰 而直拍名将赵子豪则是0比3惨败出局 输给了瑞典时兵赛南双冠军 南丹亚军法尔克倒也算不上是什么冷门 目前国平南丹的形势稍好于女丹 除了薛飞 还有林高远 刘丁硕 袁立岑晋级 总计4人 但他们都是0比1落后分别逆转 葡萄牙蒙泰罗 比利时 马丁 庄志渊才获得晋级 除了袁立岑那场算是以小博大外 暴冷营球外 其余对决都不是很理想 外协会方面如前所说 日本队游喜有忧 而其余世界冠军们也不好受 庄志渊1比3输给了袁立岑 陈建安被巴西猛将雨果3比0吊打 倪夏莲也是被名将正义镜3比0横扫 由此而无缘获得晋级 第二 双打方面 国平的总体表现不错 其中混双袁立岑 刘伟山2比3输给法国组合来背松 袁家南不让人感到意外 但对方毕竟是奥运会第四名 至于赵紫豪 薛飞值得大家赞扬 因为他们竟然3比1淘汰了士兵赛冠军组合法尔克 卡尔松 可惜赵紫豪男单被法尔克吊打 真是胜负无偿 其余几场球的话 混双凌湿洞 怀曼3比0横扫 庄志渊 叶依田 女双合作家 石巡摇3比1战胜正义镜 李玉尊 而刘伟山和范思琪 3比0轻取邵杰妮和万元 宽曼和张瑞3比0丰封莫雷特和维瓦雷利 男双刘丁硕 袁立岑3比0淘汰艾利克斯 费利克斯 相鹏和林诗栋 3比1战胜强大对手张宇珍和赵大成 外协会方面 除了世界冠军组合法尔克 卡尔松出局 前女拼世界第一 有两位世界冠军组成的配对石川家纯 平野梅宇也惨遭暴冷 被20岁长崎美佑 14岁张本美和逆转 日本对新一轮的抢班夺权拉开帷幕 真是竞争激烈 至于张本智和 正是春风得意 不但男单3比0横扫法国选手卡新 男双也和木造勇人一起3比1淘汰法国组合皮卡德 诺德斯特 混双更是和亲妹妹张本美和一起3比0吊打哈萨克斯坦的加利耶夫 阿卡谢娃 即将与国拼组合林诗栋 宽曼过招 接下来 国拼将遭遇多位强大对手的围追堵截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